其實從年齊過程以來 那朱主席跟金主席演唱 也常常有名過 我們選辦跟黨的步驟都是一致的 所以其實我們昨天 原本大家都是老朋友 所以氣氛都非常的勇強 我們都會在團結底下 攜手共同面對 贏得勝負 那最新的美兵董事業 如果是第二名超出會出會 何時是已經共同把國出的民主 最主要的是我們這一段時間 讓人提出人民勇敢的進展 後立改革 解決民怨 這才是身為總統參選人 贏得信任最主要的關鍵 媒體報導說下個月可能會有侯科會 但會不會談到關於柯文哲當副手的議題 媒體的報道我實在不瞭解 那我還是要堅定我自己的復活 我看風風雨雨那麼多 我最主要的我會全力的團結所有的力量 嚴德盛行 柯文哲說常常忘記你的存在 那他是不是都沒有在聽你在講政見 你讓我啦 不是嗎 然後最後題喔 市長美國支部說如果郭董當選的話 對美國來講是最危險的 他說他的和平宣言會傷害中華民國的主權 市長你認同嗎 我認為我會以中華民國的利益優先 台灣人民優先 讓我們海海區能夠和平穩定 這就是我要拚的 劉廟劉情做好 好謝謝大家謝謝